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之前的撲克牌系列的牌組呢 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 運作起來也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特色 但是經過WPP2的強化 撲克牌騎士終於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套路 減鎖 特招 整個牌組系統區域完整 再加上由於等級跟屬性的關係 能夠搭配不少泛用的超量跟連結怪獸 雖然說這套牌的強度恐怕無法衝擊賽場 但毋庸置疑卻也是一套十足有趣的牌 OK 那麼先讓我們複習一下熟面孔吧 會雜三騎士 aka GQK騎士 原來這撲克牌的三張人頭 分別代表騎士 王后 以及國王 是遊戲在戰鬥程式篇開始 平凡使用的強力怪獸 偶爾用來連續攻擊 而大多啊 則是用來當作神的祭品 前一支帥狗影片已經仔細打量過 三位騎士跟他融合的神秘騎士鬼牌了 但是今天這支影片呢 為求完整性 帥狗還是要不厭其煩的 重新複習前面幾張卡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新卡 所以舊版的騎士呢 並不會在他們身上花太多時間 想更了解這些舊騎士的介紹呢 可以看帥狗之前做的影片 那麼好 我們開始吧 傑克騎士 光屬性等級5 戰士族體質1900 1000 精通一切劍術的戰士 正義感非常強烈 為了守護弱者而在 皇后騎士 光屬性等級4 戰士族體質1500 1600 用優美的動作 愚弄敵人 抓住對手的艱細 陸續快速發動攻擊 國王騎士 光屬性等級4 戰士族體質1600 1400 王方場上有皇后騎士存在 此卡召喚成功時才能發動 從牌組偷召喚一隻傑克騎士 三位騎士中唯一的效果怪獸 在召喚的方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皇后騎士在場時 可以特召牌組裡面的傑克騎士 硬是湊出了完美的三張祭品 雅克娜小丑騎士 光屬性等級9 融合效果怪獸 戰士族體質3800 2500 召喚條件 皇后騎士加傑克騎士加國王騎士 此卡的融合召喚必須與上述的卡進行 第一個效果 一回一次 以場上此卡為對象的 怪獸魔法陷阱卡發動時 把和那張卡相當種類 怪獸 魔法 陷阱的一張手牌 蛇氣才能發動 那個效果無效 這張卡初登場是在遊戲王漫畫阿里 呈配合裝備卡閃電之劍 來砍死邪神 動畫版初登場 則是在遊戲王自在日第44集中 由三則六十郎對上99遊馬召喚出來的 雅克娜額外守仇 光屬性連結3 連結效果怪獸 戰士族 體質2800 能知識補充喔 連結怪獸是沒有守備力的 所以也不存在守備狀態 月之族跟暗的護封建這種卡 對連結怪獸都是沒有用的喔 召喚條件 卡名不同的戰士族怪獸三隻 第一個效果一回一次 以場上此卡 或此卡所連結的怪獸為對象的 怪獸的效果 魔法陷阱卡發動時 把和那張卡相當種類 怪獸 魔法陷阱的一張手牌 捨棄才能發動 那個發動無效 第二個效果 連結召喚的此卡 被戰鬥破壞送去目的時才能發動 從牌組把一隻戰士族等級4的 通常怪獸特殊召喚 從牌組把一隻戰士族等級4的 怪獸加入手牌 這張卡比融合版的更強了些 除了剛指定效果的保護對象變多外 第二效果被戰破時 還可以直接特招皇后騎士 並且上手一張國王騎士 而召喚國王後 因為皇后在場又可以帶出我們的捷克騎士 穩定的提供後續作招的資源 好那接下來聊的卡 就是這次WPP2的新卡啦 雅克娜勝利小丑 效果怪獸等級10 光屬性戰士族 攻擊力問號 防禦力2500 此卡在手牌或目的存在 雙手牌將我方場上表測表射怪獸中 將皇后騎士 捷克騎士 國王騎士 各一體送目可以發動 此卡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攻擊力上升雙方手牌數量乘以500 第三個效果 蛇氣一張手牌可以發動 和蛇氣卡片相同種類 怪獸 魔法 陷阱的對方場上 所有表示表示卡破壞 他屬於本家的結場手段之一 不過需要把三位騎士送目才可以特殊召喚 效果並不是特別的強力 或許可以考慮只放一張 小丑騎士 效果怪獸等級5 光屬性戰士族 體質2000 1400 此卡名的第二跟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從牌組將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捷克騎士 中一體送目可以發動 此卡從手牌特殊召喚 此卡卡名到結束階段為止 視為和送目怪獸相同 第二個效果 雙方結束階段 以此卡以外 我方目的戰士族 光屬性怪獸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怪獸洗回牌組 此卡加入手牌 這張卡是讓撲克騎士 可以動起來的關鍵卡 能對目 能特招 可以自由自在改變自己的名字 基本上把它當皇后來用 國王也不會發現 雙方結束階段 能夠繼續循環資源 是建議入三的好卡喔 帝國王牌 效果怪獸等級4 光屬性戰士族 體質15001500 此卡名的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我方場上沒有其他怪獸存在 解放此卡可以發動 從牌組選 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王子騎士 其中兩張 同卡名的最多一張喔 可將每一隻選擇的怪獸 特殊召喚或加入手牌 解決你卡牌問題的手段 場上只有他時 可以解放 能夠快速檢索皇后及國王 並且可視情況來定 上手或特招 構築時投入2-3 沒有任何問題 小丑順子 通常魔法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捨棄一張手牌 皇后騎士一體從牌組特殊召喚 國王騎士或捷克騎士 一體從牌組加入手牌 之後可以召喚一體怪獸 這回合我方從額外只能 特殊召喚戰士族光屬性的怪獸 第二個效果 雙方結束階段 以我方目的戰士族光屬性怪獸 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怪獸洗回牌組 此卡從目的加入手牌 這是捨棄一張手牌 就能展開動點的魔法卡 是讓你特殊召喚皇后 可以上手國王 並且再進行特招 發動後的誓約 光屬性 戰士族 這個條件對本家來說 沒什麼問題啊 構築時也可以考慮入3 會牌融合 通常魔法 此卡名的卡一會兒只能發動一張 第一個效果 從我方手牌 場上將戰士族光屬性 融合怪獸決定的融合素材怪獸送入墓地 將該融合怪獸一體 從俄外牌組融合召喚 我方場上有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或捷克騎士的場合 可以用一體牌組怪獸作為融合素材 本家專用的融合 讓你更方便跳出天位騎士 這張卡值不值得帶呢 這個就...看你對融合怪獸卡的喜愛啊 可以考慮投一 神速召喚 收工魔法 此卡名的卡一會兒只能發動一張 第一個效果 雙方主要階段 即戰鬥階段可以發動 召喚一體等級10怪獸 我方場上有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捷克騎士的場合 可以適用以下效果代替 從牌組將一體暗屬性以外 攻擊力問號 等級10怪獸加入手牌 之後 可以召喚一體等級10怪獸 來啦 本次最有趣的卡 看動畫時應該很容易看見 遊戲把三騎士湊齊後 直接升級召喚天空龍吧 然而 史卡卻沒有那麼容易做 因為原本的騎士們 本身就佔用掉了通招點 硬是得多等一回合 才可以做事 しかし 現在不用等了 有了這張卡 你可以更帥氣 簡單的召喚天空龍出來啦 不只天空龍啊 就連攻擊力一樣是問號的太陽神 也是 大丈夫啦 獅子兵直接哭暈在廁所 我覺得這張卡跟加速同步 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是他比加速同步更狠 能夠在戰鬥階段中進行召喚 喜愛魂的玩家必投3 神茲卡也投3 牌組直接卡爆 小丑百達 通常陷阱 此卡名的1 2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雙方主要階段及戰鬥階段 從牌組將技術 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傑克騎士 全體一張魔法卡送目可以發動 此效果變成 和該魔法卡發動時的效果相同 第二個效果 雙方結束階段 以我方目的戰士組光屬性怪獸一體為對象 可以發動 該怪獸行為牌組 此卡從目的加入手牌 可以幫你在對方回合發動魔法的卡 二人效結束階段 也可以幫你繼續循環 目的資源 可以考慮投入1-2張 回牌之敗 永續陷阱 此卡名的第1跟第2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選擇一個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沒有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王子騎士以外的怪獸存在場合可以發動 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傑克騎士 其中一體 從我方手牌目的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我方手牌目的 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傑克騎士 各最多 除外一張可以發動 從我方牌組抽出除外數量的卡 補牌手段 要只有皇后 國王 傑克才能發動 能特招 能補牌 好像還行 但值不值得投不到牌組中呢 就有待商榷了 接下來再另外跟各位介紹幾張 泛用的四星超量怪獸 因為國王騎士跟皇后騎士 是很容易做到四星超量的 因此泛用四星超量怪皆可投入 例如泥水魔獸 希望皇 以及現在超量怪的硬道理 天庭號 這些卡都值得投入看看 值得一提的是 可以考慮投入 卯速興盛 召喚條件 光族性等級五怪獸兩體 傷害步驟以外 一回合一次 可以移除此卡一個超量素材 選擇場上的一張卡來發動 選擇卡回到持有者手牌 此效果在對手回合也可以發動喔 五星光屬性兩枚這個條件啊 由於多了可以堆目加上特招的小丑騎士 是非常好做出來的強力好夥伴 Link也是 泛用卡即可投 例如我的小老婆IP 聖騎士追想 封界系列 以及回殺好幫手 連馬魚澤 這些卡都可以帶喔 總結喔 這是一套既有魂度 又有遊戲空間的牌型 運用得當應該不會太弱 基本上多了小丑騎士 以及多張高檢索魔線 非常容易就能夠做出許多泛用的小陣 比如效果做出皇后國王后 更可以做到前面提到的 各式經典的超量連結罐 來作為後續運作手段 而小丑騎士也可以因為自身的星數 進而容易跟捷克疊出五星超量 卯素 整體來說變成了一套方便運轉 且不會被特定套入綁死的牌組 魔法卡的發揮也讓魂牌神之卡登場輕鬆了許多 總之就是套路白白種 想跳什麼都看你個人 這種不會被過度電型的牌啊 往往才是最有趣的牌組 如果你有想到更有趣的compo或是終端 也歡迎留言跟大家交流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皇后騎士 國王騎士 捷克騎士三個人都有強化模式 而他們分別對應的就是 捷克騎士變成 牙克娜騎士小丑 國王騎士變成 牙克娜額外小丑 而皇后騎士就是這次最新的 牙克娜勝利小丑 之前只出兩張的時候 還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直到勝利小丑出現 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他們三個啊 好啦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